而另外南北大道昨天有载祸罗里状军用卡车 造成了三名军人葬命 那其中一名死者也就是39岁的中士 罗扎里·阿杜拉尼今早入土为安 他的儿子透露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事发起一天 没想到会是最后一面悲从中来 罗扎里的遗体今早从吉打亚罗世达中央医院 运到了登加了物数的家乡 在清真寺礼拜仪式之后 遗体送到了坟场下葬 超过200人到场之一 包括了家属 村民和同胞 而死者生前驻扎的军营和附近基地的军官 也都来到墓地送他最后一程 在意外中丧命的另外两名军人 也陆续在各自的家乡安葬 我们再来的家乡安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宿 站转你来的家乡安葬 这的时候先观察一下 感谢观看